昨天 昨天國際進全球競爭力排榜榜的報告 從國際管理運動的IMD World Rank In 2023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去年我們排三次二 短短半年馬來西亞排名鋪飛冷季 從三次二飛到二十七 我們省至超越韓國 才半年時間 馬來西亞的全球競爭力 因為政府的開明 政府領袖的連結 體制上的改革 行政上的改善 馬來西亞現在是爭爭之上 這不是我講的 是IMD Report 你可以Google 你可以看得到的 IMD World Rank In 2023 第二 我們注重人權 新聞記者媒體都可以證實 自從我們做政府以後 總編輯沒有到內政府喝過咖啡 我們容許媒體自由報導 我們容許媒體不評這名 我們容許媒體伸張公益 所以馬來西亞在全球 新聞自由指數的排名 去年排103 今年上半年 已經飛越40個排名 飛到73年 這是史上最高定的進步 和最大的飛越 這都不是我講的 都是全球外院 搞定核的核能 我沒有辦法控制 總部再發 法國巴黎的 這個如江劍氣的 這些都是國際的評估 這是第二 第三 我們說經濟成長 當今全球經濟風雨飄渺 烏克蘭俄羅斯戰爭方性未來 打到沒有停過 中美之間的對抗 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 在正如今內憂外患的情況下 馬來西亞的經濟怎麼樣 大家可能說現在還感受不到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剛剛公布的2023年首季經濟報告 馬來西亞經濟成長5.6% 高居全亞洲第一名 我們省至超越中國 越南 印尼 馬來西亞經濟 感謝大家的努力和領域之間的做原話 我們有原產業 我們有油氣業 我們有電子業 我們還有數碼經濟 我們各種各樣的不同的經濟型態 以此奉獻 直到今年上半年 大碼經濟成長 高居亞洲榜首 這很多年來都不成見的現象